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北京的主流官媒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新闻 这也是北京高层水面下的斗争 还没有最后分出一个决定性胜负的表现 如果是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他们就会在官媒上进行大张旗鼓的欢庆胜利 因此现在北京主流官媒什么重要新闻都没有 也就是意味着这一场大决战还没有最后分出一个决定性胜负 今天10月14号央视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是 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成立致贺信 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成立接派仪式 当日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这种写贺信的新闻依然是一个老身藏谈 都快没有新闻价值了 今天10月14日央视新闻联播的第二条新闻是 10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马尔代夫总统沙利赫护制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这种习近平制贺电的新闻也就是刷一下存在感而已 表示习近平他依然是国家主席 今天10月14日央视新闻联播的第三条新闻是 伟大复兴壮丽航城 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本来这个伟大复兴壮丽航城的系列报道是吹捧习近平的报道 但是现在已经搞得中性化了 就是他已经不是明显的吹捧习近平了 也不提什么两个确立 今天10月14日央视的新闻联播 可以说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新闻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央视在不相关的节目里面悄悄的塞入两个确立 这样的现象今天没有了 估计是党中央也是发现了习近平的马仔们搞这样的小动作 就开始制止了他们 今天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也没有特别值得关注的新闻 不过今天的人民日报和昨天一样 它的排版版面的布局是非常的怪异 10月14日人民日报总共是20个版面 其中图片报道有6个版面 这些图片都没有习近平的还有广告有5个版面 也就是说图片报道和广 广告就占据了11个版面占了这个报纸的一大半版面 这显然是不正常 这个就可能是人民日报他要尽少发这个文字稿啊 就是减少对习近平吹捧的机会 我们前面说到呢 现在北京官媒很沉闷 没什么新闻 这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和反习近平派系 最后这个大决战呢 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还没有最后分出决定性的胜负 但不管怎么样 习近平的总书记的任期啊 在二十大开幕的当天就结束了 那么二十大开幕之后 习近平就变成普通党员 不再是总书记了 所以习近平派系要在二十大之前的最后时刻 发起某种大反扑啊 这是可能的事情 所以二十大前的这两天啊 也许会特别的紧张 现在有一种非常具有误导性的说法 就是中国人对习近平都很不满意 甚至对他都很痛恨 但是呢 拿习近平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中国人没有胆量来推翻习近平 进一步又说了 中国人这就是民族性非常懦弱 他是屈服强暴不敢斗争 这样的说法很流行 误导性很大 其实这样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习近平他是通过合法的程序 上台的合法的最高领导人 要想罢免一个合法的最高领导人 不管是在中国啊 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如说吧 你对美国总统拜登不满意 说是我后悔当初我看走眼了 当初不应该投拜登的票 但现在拜登已经上来了嘛 你后悔也没用了 你要想在拜登的合法任期当中 把他给赶下台 那是非常困难的 虽然说美国有可以弹劾总统的程序 但具体操作起来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既然拜登上来了 你就没办法了 你只能忍耐四年 等到四年之后的大选 再通过选票把他给选下去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嘛 习近平一旦上台成为总书记 你说我看走眼了 我后悔了 要在习近平的合法任期当中 把他给推翻 那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只能是耐心等五年 等到五年之后 通过这个中共党代会的换届 再用这个合法的换届程序 把习近平给换下去 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五年 还算可以 就是不是那么 搞得没有那么多瞎折腾 算是比较靠谱 所以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 前五年反对他的人还没那么多 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 完全就是瞎折腾 所以反对习近平的人也非常的多 但是呢 那他也没办法 因为他已经是合法的最高领导人了 所以也只能忍耐 到二十大换届时候 用合法的手段 把习近平给换下来 这种情况 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中国特别懦弱 中国人就屈服强暴 不敢斗争 那美国你要是通过一个什么政变去推翻美国总统 那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当前世界是一个是比较有秩序的世界 所以你要想通过一种非法的手段 什么政变之类的来推翻最高领导人 在哪个国家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特别呢 中国这个体制有缺陷啊 连弹劾最高领导人的程序都没有 所以在中国你要想推翻合法的最高领导人 那就是更加的困难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中国人也只能是在忍耐五年 等到习近平的合法任期结束之后 通过合法的手段把它给换下来 这并不表现出中国人特别的懦弱 不是中国人不敢斗争 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问题 所以北京的反习近平派系 他们也要等到二十大才能动手嘛 这也不能说他们就特别无能懦弱 这也是因为体制的限制的原因 因为如果你要提前要习近平搞下 那就是政变了嘛 所以他们也只能再等五年到二十大 换届时候通过合法的程序 把习近平给换下来 那么现在中共这个体制约束啊 对习近平和反习近平派系 都是双刃剑 反习近平派系 你要突破体制的约束 要搞一个政变 把习近平搞下来 那是非常困难的 而习近平想要突破这个体制的约束 要推翻过去的规矩 要强行连任 同样也是非常的困难 特别是在军队中立的情况下 习近平是没有办法通过军队的支持 来强行连任 反习近平派系 也没有办法通过军队的支持 把习近平强行给搞下来 所以呢 双方都收到体制约束的情况下呢 必然就是反习近平派系占上风 因为反习近平派系 它是按照体制的合理的要求啊 要求习近平到站下车 这是完全没有和 就是没有违反体制的规矩 而习近平要打破这个体制的规矩连任 它就是一个不合理不合法的要求 所以呢 反习近平派系 他们不需要打破体制 他们不需要破坏体制 就可以让习近平下台 而习近平要连任 必须要打破体制 必须要破坏体制 他才能上台 目前习近平面对中共这个强大的体制 他是撼动不了的 如果习近平撼动不了这个体制 他也只能按规矩到站下车了 现在很多人都被这个七中全会公报中 两个确立给吓坏了 认为这个两个确立就是代表了习近平要连任了 其实事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可以看一下两个确立的历史由来 第一个确立是确立习近平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这个是在2016年10月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确立的 18届六中全会上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 绝对没有让习近平搞连任 让他终身制的意思 也就是说习近平成为党的核心 他也是要按规矩退休的 也是要倒战下车的 你成为核心不等于就是让你有终身制 第二个确立就是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 这是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确立的 当时中共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思想的指导地位 也绝对没有让习近平继续连任搞终身制的意思 所以习近平思想即使是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他也是要按规矩退休的 也是要倒战下车的 习近平的思想成为指导思想不等于 他就可以有终身制这么一个指标了 所以我们说当时党中央给习近平这两个确立 他只是树立习近平在合法任期之内的党的威信 绝不是说党中央给了习近平两个确立 就是让习近平永远连任了 就是让他可以搞终身制 现在习近平派系的马仔们不提得还两个确立 他要给人们造成一种误解 让人们误解党中央给了习近平两个确立这个头衔 就是要让习近平永远连任 就是要让他终身制当皇帝 所以很多人把七中全会当中两个确立 就理解为党中央要让习近平连任的信号 那就是完全理解错了 所以习近平五年前拿到的这两个确立的头衔 跟他的连任其实完全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如果习近平进一步可以拿到人民领袖 这样领袖的新头衔 这还可以说这是党中央让习近平连任的信号 显然习近平是非常想拿这个领袖的头衔 但是他没有拿到 这就表示习近平也是连任不了的 因为习近平拿到一个领袖的头衔 比他要连任这个门槛是低多了 习近平连领袖的头衔都没有办法拿到 他又怎么可能连任呢 当然了我们上面说的习近平连任的 是通过一个合法的方式连任 如果习近平采取非法的手段 比如说政变准政变那样取得连任 其实就不叫连任了 那就是政变了嘛 所以习近平现在通过合法的手段和方式 要想连任 已经说完全没戏 那么他们会不会铤而走险 发动一个非法的政变或者是准政变呢 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啊 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这次节目就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下次节目见